拉结圣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 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 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虽然深信狡猾 但在工作上非常认真勤奋 他能在寄人篱下的处境中坚忍二十年 默默忠诚地服侍拉班,为什么? 雅各是位目标导向的人 他为了拉结,愿意服侍拉班七年之久 圣经说,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日后,他则为这妻子和儿女几斤波折 仍然忍气吞声地服侍拉班 这是他的责任感 相反地,当一个人在工作上没有目标,没有责任感 他将散慢,没有热忱 更别说尾声在其中 他不断地跳槽,最终将一事无成 保罗在工作伦理上要我们前后一致地服侍主人 并且甘心地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这样一来,才可以取得雇主的信任 并拓以更大的责任 雅各在工作的表现上是卓业的 以致拉班尽力地挽留他 加他的工价,甚至接受雅各所开的条件 其实工作是神圣的 是人在堕落前神赋予人的使命 工作使世界变得更美丽 成为美好的家园 工作同时让人发挥神所赐的潜能 并在其中寻得乐器和意义 我们今日工作的目的将界定我们工作的态度 因此让我们谨记 工作其实是我们另一种侍奉神的途径 让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看待自己 所在的工作岗位 显明自己绝不随意轻负的态度 在众人的面前一起彰显神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工作是神圣的 在人未堕落前 你已将工作交付给亚当和夏娃 工作不仅能赚起钱财 照顾家庭养家福口 同时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使生命活得更踏实 有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 借着工作使我参与上帝的创造之功 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借此来荣耀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